联准会议将在下周要启动降息 而欧洲央行已经是先跑两步 9月利率会议上 欧央总裁拉加德再度宣布降一码 欧洲基准利率来到3.5% 欧洲主要股指都收高 市场也预估欧央应该不会在10月又降一次 那么高盛则认为 今年12月开始 欧央就会启动连续降息 东鹏逐渐稳定 欧洲央行再度讲息一码 基准利率来到3.5% 而且这一回合还是全员点头放宽利率政策 欧洲央行在经济方面下修了今年经济成长 从原本的0.9%到0.8% 至于整场会议拉加德用词非常小心 几乎没有暗示任何可能的降息路径 也因此让市场认为 10月应该不会仓促降息 但我虽然没必要做 荷兰ING银行表示考量德国正在进行的薪资谈判与服务业通膨粘性 欧阳虽不太可能在10月放缓利率 但由于经济正在放缓 预估明年可能会加大力道降息 不过也有分析师警告 如果欧洲央行降太慢 在美国联种会降息刺激 欧元过度走强的情况下 金融环境恐怕会面临额外紧缩 记者庄星连 李芷莹综合报导